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12号下午来到花莲市的浩克文化会馆参访 市长带领着桃园市客家局团队逛了每周五六日傍晚登场的浩克市集 也品尝了在地特色小吃 为在浪漫台三县的客家大庄桃园市来和幸福台九县的花莲市交流 对于推展客家文化事务有很大的注意 客家大庄桃园市12号下午客家事务局的同仁 在主任秘书饶家文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花莲市的浩克文化会馆 虽然花莲市的客家会馆规模远不及桃园市 但独特的魅力和在地特色也让桃园市的客家团队表示肯定 并且希望浪漫台三县和幸福台九县能够相互交流学习 共同来推展客家文化事务 我们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 每一年都会就是说安排到各地不同的客家庄去做参访 那因为桃园是位在这个浪漫台三县上面 那我们希望呢有机会都能够到 比如说六堆啦或者是花东这个幸福台九县的这个客家聚落来做参观 就是说把各地不同的这个客家的特色 能够做一个观摩跟一个学习 那回去之后呢可以就是说在我们自己桃园市内的这个各项的市政 都可以做一个参考跟借进 市长温家贤欢迎桃园市政府团队的莉林指导 也希望可以多多学习客家大壮的经验来发展花莲的客家文化 那今天也非常开心看到我们桃园市的客家事务局到了我们花莲市 那我们用我们花莲在地的客家族群的方式来接待我们桃园客家事务局的主任秘书 还有一行的伙伴们那我们这次也要谢谢除了来关心我们客家的发展之外 更来促进花莲市的观光跟消费那不只是只有一梯而已还有两梯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持续的跟客家大庄 来持续学习更多客家的文化客家的精髓 让更多客家族群能够认同我们客家的文化 让客家文化能够在全世界来持续的发扬广大 市长温家贤亲自陪伴桃园市的同仁逛了浩克市局 也品尝了客家点心购买了在地的特色工艺品 对于花莲市小而美的客家市局 桃园市政府团队也留下了美好印象 接着也会欢迎市报道